台中市政府为推广滨海地区观光发展 提出无期渔港整体发展规划 在清水区公所举行地方说明会 向地方说明市府规划内容 同时征求地方的意见和看法 美人鱼马鲁这个计划主要是在我们渔港外面 我们会做两个入口异项 美人鱼的入口异项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白海土耳机 企鹅生态馆这样的计划 主要是在我们目前渔港的外面 停车场的旁边这一块 我们台中港滨海油气作业区 这里面我们有规划 大概将近两公顷这样的一个地 来建设我们白海豚企鹅生态馆 那这两个计划是我们在市政府 在海线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计划 目前都正在规划设计当中 根据规划公式的初步计划 滨海地区将新建白海豚企鹅馆 美人鱼马头等设施 并整合周边油气区域 扩大无期渔港的观光旅游范围 对于市府建设 地方民众热见骑程 不过位于清水区的无期渔港 地方表示希望能一并更改名称 我们所在地是在清水海滨里 对海滨里渔港在这边 无期不是渔期无期 为什么一直强调无期港 因为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位的渔港 大家都听得很不习惯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名称改变 现在这个渔港的名称 目前就叫无期渔港 那假如说地方有共识 要做怎样的改变 市场我们观光旅游局这边 都完全尊重 那我们将来改变的这个名称 我们会配合来做一些配合 市场都可以的 观光局表示 无期渔港整体规划 预计明年将开始动工 这项计划将结合周边景点 希望能带动无期观光渔港 及清水等滨海地区的 整体观光发展 记者王生轩台中采访报导